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是恶魔 这句话是电影《乌纱》里面 受害者的母亲对着施暴者的母亲所说的一句话 近期13岁的初中生被三个同学所杀害的事情 简直就是电影的一个现实版 未成年人保护法 是保护的受害者和弱者 而不是未成年恶魔的保护伞 恶魔不分年纪 如果未成年是残暴的免死金牌 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未成年效仿呢 这不仅仅是一场霸凌致死 受害人父亲形容的面目全非 和失前之后的伤势情况来看 这分明是一场掠杀呀 三个小恶魔平时是玩弄他人的人格 残害他人精神 最后甚至剥夺了他人的性命 才13岁的年纪 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呀 为什么才13岁的小孩子有如此残暴的心态 这种小孩平时的心理一定是不健康的 那么他的父母和家人在平时是没有察觉的吗 而且这个案件目前还有很多的疑点 家长是否有参与埋尸的过程 现在还不得而知 虽然已经辟谣网上所传的这个3D投入照片 跟案件无关 但是三个凶手的残暴程度 依然是令人发指的 目前还不知道三个凶手的最后判决 所有关注这个案件的家长和小孩都在等一个结果 三个凶手以及他们的家长 都应该付出应得的代价 这是很多网友在网上发表的 如果凶手不能判死刑 只能告诉自己的孩子 以后谁要是霸凌你的话 那就别怕弄死他 我宁愿去监狱探望 也绝不会在坟前绝望 我们每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都想让这个世界和谐安宁 谁都不想以暴制暴 但是受害者需要一个公道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13岁就已经变态到这个程度 如此残暴的话 这样的人长大之后不是更可怕吗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当父母的 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好好教育他 给他一个好的 生长环境 这个才是是否生孩子 生多少个的一个关键呀 要是自己做不到 当一个好家长的话 那最好是不要生小孩 生出来完全是害人害己的